接下来说 我的灵 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今天 我不知道 今天为什么你来教会 是因为 没有办法啦 半溜 没有节目 家里电视机又很闷 所以我来教会咯 是吗 是因为没有办法啦 我老公来 我老公来 我陪着他来啦 有的人我老婆来 我不是陪着我的老婆来咯 我的灵 以主为乐 今天你来教会的心情 你来教会的心态 是怎么样的 你是快乐的吗 还是安堆得了的 但是我们看到 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 她说我的灵 以主为了 在诗篇43篇第4节 有一句话 可你们也会唱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试称颂你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试称颂你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意思说呢 大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大伟说 你如果你没有喜乐你的神啊 你不会来到神的祭坛里面的 神的祭坛代表什么 神的祭坛代表奉献 神的祭坛代表你要付出代价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没有办法来 你如果你没有喜乐的心 你没有欢呼 很开心来到 见你的神的时候呢 你不能来到神的祭坛里面的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人以上帝为最喜乐的 所以很愿意走到上帝的祭坛 来服侍上帝 谈情 吟诗 称颂上帝 我们每一天 我们每一次来教会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要见耶稣吗 是因为要见我最喜乐的神吗 今年我们在过圣诞的时候 我再挑战你 我再思想回去 你这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每个星期来见上帝 你都以喜乐的心来见上帝吗 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 拿着他的问题来见上帝 用他的愁眉苦恋来见上帝 拿他的问题 他的经济来见上帝 玛利亚 他说 我用我的灵 我的灵很喜乐 尊主为道 很喜乐来到上帝 来承受上帝 如果你这一年过来 你没有这样的态度 或许我鼓励你 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 用喜乐的心来见上帝 好不好 阿们 我们看到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生的道路都有安排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和 不肯跟神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埋怨了 拒绝了 不甘心了 但是上帝选择玛利亚 就是因为他有喜乐的心 上帝选择玛利亚是因为他 他尊主为道 他愿意服在神主宰的权下 来大家跟旁边讲 你愿意吗 玛利亚选择神要她走的路 无论是福是祸 神在他身上都有主权 认识神是他的主人 神怎样说 他就怎样行 他没有自己的选择 只要神的旨意成全 他就很甘心了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 神明自书的 常常我们来到神明天 神我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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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玛利亚是道转来转 主啊你要什么 主啊你愿意什么 我都愿意 这个是 尊主伟大的一个人 一个以上帝喜乐的一个人 我们一起去看